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今天來測試一下郭家的覺醒劑 除了能觸發功能型覺醒劑的武將以外 看看他能否觸發傷害型的武將 那這邊放了幾隻一兵武將 等等死亡後來觸發郭家來做測試 像小喬他其實 被識破的話會有傷害 看他死掉會不會造成一樣的傷害 這邊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會先出激將法 再出遺境地遼東 然後再出天地玄黃 然後再出國色天香 所以那些武將而且沒有覺醒就可以發出他的覺醒劑 也是一個觀看的重點 好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你 我000公子 你有分別的 你們從來 電視 同時 又 為什麼 這 有